他还只是个孩子 怎么比大人都要成熟懂事呢 这天 萌萌民国被爸爸安排了 看管重要礼物的任务 孩子的好奇心 确实他十分好奇里面的内容 这段大人们都对他的自哭力产生怀疑时 政治的民国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懂事 可很快他就迎来了第一次考验 节目组派出认识的叔叔 情绪干扰他的心智 尽管民国再三表示拒绝 但最终还是没能阻挡叔叔打开堂冠 架不住叔叔的百般诱惑 民国尽量的内心里出现了一丝动摇 可他殊不知 正是这一叔父却酿成了大错 好家伙 这可真是一时阻挣千古恨的 紧接着 接谋得逞的叔叔 便趁机向他提出帮自己保密的情敲 此后 当爸爸前来检查任务时 尽管民国十分害怕受到责罚 可他却始终遵守承诺 将错误都来到了自己身上 即勇于承认错误 又遵守承诺约定 我们民国真称的上是个男子和大丈夫男 不仅如此 他在海负围里也是小大人般的存在 大魔王们第一天就被要求 毒素外出寻找食物时 民国立刻发挥出了大哥的带头作用 夸分好队伍节省时间精力 而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出错的时候 他也能及时站出来指引正确的方向 当农民家里后 与其他孩子们的不知所说不同 英国用三连两语就能逻辑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需求 甚至董事又礼貌的他还会用眼力尖地主动给腿脚无便的老人帮忙 因此在他的带领下 孩子们不仅超能完成了任务 还以他为榜样达到了锻炼和成长 从小就这么可靠 真的很很期待我们民国成长为优秀的大人啦 看来要养成优秀的性格习惯 还得从孩子做起呢 你们觉得呢